救命啊 主人 顾近已将族徽带往桂居山 出来吧 属下参见主人 恭迎主人 重处主人 从现在起 你们不再是妖 而是 莫 属下参见主人 哲颖 他们交给你了 给我夺回火黄玉 是 不过 属下有一事不解 那火黄玉 为何能打开九渊煞玉 九渊煞玉乃是混沌初开所设 其中的真神神源 早开始进入 七万年前就出现过一次松动 当时有一上神 以兵解之法修复了结界漏洞 但这仍旧是整个封印的薄弱之处 只要我们有了一分真神神源 就可以将这个漏洞打破 可那真神神源 看守九渊煞煞玉的三手火龙 体内就有一分地卷的神源 只要有了火黄玉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让众魔重灵九州颠覆散剑 是 还不快去 是 两百年了 我也该去惠惠老朋友了 我会去惠惠老朋友了 你但还是不可能 坐下 我会去惠惠老朋友了 在这一场 就算是 你不想来 你不想来 我会去惠惠老朋友了 你不想去惠惠老朋友了 你不想去惠老朋友了 那是 你不想来 我会去惠老朋友了 你不想来 阿若 以后你的事便是我的事 只要是你想做的 我必竭尽所有 为你办到 这是我心头虎骨所画 在我们虎族 心头虎骨乃是最重要的东西 也是我最脆弱之处 若以此相曾 便是将自己全权交付之意 为此余生 仅你而已 我受了几百年苦 心心念念来见你 你竟还想着别人 当年是你自己说要离开洪荣 同我在一起的 请离 李 李沫 李沫 我要短一岁 世人物多了 可生死与我并不要紧 我的心意 你该知道的 哪怕多过几日 我最后的愿望 也是希望 可以嫁给你 清灵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的 你剩下的日子里 我会守着你的 安若 你是否还在怨我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清灵 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直到我的付出 是一厢情愿吧 原尽于此 各自安好 是一厢情愿吧 都还不得了 不要走 你 你 你